新北瑞芳区爪丰社区发展协会 响应新北市政府在地乐活计划 从即日起在每周二在爪丰市民活动中心举办老人公餐 筹备多时的厨房在今天也正式启用 期望透过共餐的活动提升长者走出户外的意愿 带动社区长者之间的交流 活络社区邻里之间的互动 为社区注入丰沛的能量和开朗的气息 今天是爪丰社区发展协会今年度第一次办理共餐 当日就有多达82名长者参与 爪丰社区理事长简明慧及干部在筹备期间 用心筹措厨房设立 厨房设备从无到有 全由地方募款新设 期许未来能在舒适方便的空间烹煮食材 另外使用的蔬菜是社区干部自己种的有机蔬菜 让银发长辈能吃得开心又安心 在我之前一直推动老子共产 习近书市长的政策 因为我们达翁社区是算旧社区 它没有厨房 没有廚房 所有的设备完全都没有 在我们大家落在纸上 我们廚房都起好了 今天办一件的共餐 也感谢非常我们的乡亲的大专门 大家很热烈的响应 今天也差不多有几百人来这参加老人共餐 今天这个老人共餐 我们是专理性的 我们医生是分人 一二三零一次 四五六一次 今天我们这次医生就要改专理性的 每个礼拜后来集办老人共餐 瑞芳区长简华翔及多位地方人士 今天都特地前往爪丰社区与长者共餐同乐 长辈们借由共餐机会走到户外 与邻里化家常 让身心灵都获得滋养 身体自然健康易朗 老人共餐这是我们主持长 专业在提供的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说来这里吃多好 吃多澎湃 一个月要办多一遍 不是这样 他就是说要让我们在家的这些事专 可以跟我们走出来 跟我们这些老朋友 老储兵 大家来到店开港 让我们的心心都可以跟我们健康 身体会比较好 心情会比较好 小学校的活动都非常成功 刚才跟市长有说 我们今天头十八半 我们就有八十五个 未来我们人数一定会慢慢来增加 会越多一遍比一遍更好 近年来瑞芳地区老年人口快速成长 需要各界的重视与关怀 瑞芳区公所欢迎 有意响应新北市影法共餐运动的 只要是社区发展协会 宗教寺庙 公寓大厦 社团组织 或邻居好友纠团 大家一起来共餐 介成为瑞芳采访报道